公元前221年 秦王嬴政统一中国称始皇帝 选用和氏璧做皇帝玉玺 玺文寿命于天 继寿永昌 尤里斯传书 这枚玉玺便被称为 传国玉玺 秦末玉玺落入刘邦手中 当传道王莽时爆发了农民旗 夺去了传国玉玺 后被献给汉光五帝刘秀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 玉玺几经周折落入汉县帝手中 公元266年 西晋代为玉玺归进 此后历史进入了疯乱的南北朝时期 玉玺再次遭遇乱世 厄运迭起 朱温建立的后梁 没几年就被后唐给取代了 公元937年1月11日 石敬堂代祁丹军攻至洛阳 后唐末地里从柯怀抱传国玉玺 登上玄武楼字坟 玉玺从此下落不明 至今也未曾找到